哈喽大家好 小张又来赶海了啊 昨天晚上下午的时候 我在这边这个教室区这一片 放了有三斤的猪肝吧 那个就是小鳗鱼鱼饵啊 它会让好多鱼 就是在这块觅食会困住它们 现在已经退潮了 走吧我们下去看看 看今天能抓到什么 你看这边这个水空里面 就有一只鲍鲍鱼 哎呦一只小短腿 怎么样 上货了 今天上货来的特别快啊 说了 这些水坑里面 再下来看一看 好多漂亮的这种海培啊 这种海培 这可惜它就是长在这个石头上的 也磕不下来 这东西市场上卖还不便宜 挺古的这个东西 你看 那边咱们都搬出菜了 你看这个石头中间也是一只鲍鱼 哎呀搬起来 来了我来抓你了 哈哈是不是贪食了 在这里 来养只 这些夹缝中间啊 都好好地找一找 这边这边 我已经看到了 躲在这里 哎嘿 哎嘿 拉出来了 看这是鲍鱼不小的 哇 展开了 嘿嘿嘿 别走了啊 被我抓到就是我的了 来 这边有鱼 看一看 没有钱了 哎哎 沙光鱼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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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地下没夹中 不好别让它跑了 转石头里面不好抓 瘦了哈 emic 得打点水仰 这个季节沙光鱼挺多的 看前面这儿又是一条 是不是 这条瘦啊 这条块 夹住了夹住了 夹得紧紧了 进来吧 太活跃了 这边还夹了一只 就是在这里贪吃 所以被困住的 这是大个头可以 别别别 砖里面不好走 收了 看这个龙尾鱼 走 小心啊 这个路不拉好几个 都要使 好累啊 死了有半个小时 已经太快了 这里喊慢 喊慢 喊慢我就直接上手了 这钳子不行 根本就拿不住了 这只手也可以 死掉了吗 这条喊慢 没有 他装死的 我天啊 找到地下不松手了 你看你看你看 现在开始挣扎了 是活的 抓住抓住 他一直往后倒 我天啊 来进宗里面 这个东西转的太快了又滑了又不好抓 修了 那边的老板 这个大海可以了 你看 海浮花 是不是都漂亮 哎呦 喝起来了 你看 看到没有 看着一看前面也是一只沙光鱼 这沙光鱼真是够傻的 不知道躲哎 来 哎 收 让这个嘴真大 这边又是一条沙光鱼 这个嘴真小 哎哎 吃斩不开了 收了 这条真长 看这十块底下 因为就是这个斩腿八爪鱼 在这里吐没的 你看 弹弹黑黑的 我一走就发现你了 你看你这个黑色太你能注目了 哎 十块拿走 突然没的这个八爪鱼 我就发现 它就没大有精神了 来 进去 哇 这前面水坑 我发现了一条好大的鱼啊 那我先游的 现在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吧 它没游动吗 我得拿 用手 哇 哎呀哎呀 小车盘身上已经没大有力气了 这条鱼个头不小啊 得二三斤 看又长 这种鱼 做那个烤鱼特别的好吃 再给它收了 在这时间长有点缺氧了 个头不小啊 带着 这种感喊方法又简单 而且收获有多 都是大货 你看 一桶的鱼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小车也回港了 太阳也落山了 看今天收获这一桶的鱼啊 回家有的吃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张的朋友们记得关注我哦 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